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洋生物 它们有着可爱的外表和亮丽的颜色 它就是海星 这种生物很受人物喜爱 因此很多影视作品都会出现海星角色 比如派大星 它就是一个海星 傻傻性格很受观众喜爱 派大星虽然可爱 但是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们来揭开海星的秘密吧 大多数人以为海星看起来扁扁的 肯定是个吃素的 以为它们是以海草为食的 其实海星是一个真正的食肉者 以贝类以及鱼类等生物为食 虽然贝壳有坚硬的外壳 但是这一点也难不了海星 它们足末有吸盘 其真空作用可以撬开贝壳 最后将喷蒙类插入壳中 用消化镁将贝肉腐蚀 壳张开后 用胃将贝肉全部吞掉 海星还能捕食鱼类 它会慢慢的接近 或者埋伏不动 等距离鱼很近的时候 一下子将鱼包住 直至无法逃离 最后喷出腐蚀性胃液 让猎物失去抵抗能力 然后再将胃拿出来 将鱼一口吞掉 海星先把食物放进胃里 之后将其腐蚀成液体 再通过肠道将液体送入另一个胃里 在另一个胃里进行消化吸收 海星才算是完成进食 以后大家再去海边旅游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这种生物 它们蜂蜜的腐蚀性胃液 也会伤害人的皮肤 小伙伴们在海边拉过海星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 感谢观看